大家好,我是吉米,欢迎来到吉米调查局新加坡起案的第二十期 不知不觉已经做了这么多期新加坡的案件 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支持和鼓励 开始之前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喜欢精彩的起案调查故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周更新的视频了 1978年4月25日凌晨2点多 一辆警车在嘉冷巴鲁文华戏院附近巡逻时 发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滴室 发动机仍然轰轰作响,但是司机座位上却空无一人 巡警疑惑地上前查看,发现滴室的后座横躺着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年轻男子 脸上、脖子上、身上布满刀伤,已经没有了呼吸 警探和法医收到消息以后赶到现场 根据警服编号,他们查出遇害人叫做李钦来 是一名本应驻守斐龙山的国民服役警察 刚满18岁 警方在他的身上翻到了两块钱 他身上还不见了一件东西,就是他的配枪 李钦来被发现时身上仍穿着制服 说明他正在执勤 为什么本应在斐龙山执勤的警员会在滴室里被发现 滴室司机又人在何处呢 对刑事杀局特别罪案调查组的警探们来说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 当天早上又一个坏消息传来 在斐龙山基地附近的一个水沟里 涉事低时车的司机,61岁的周天恩被找到了 被发现时,早已没了呼吸的他 满身黑红,双手向后反绑 被车牌号SH3610的计程车关联起来的两个人 由法医赵自成负责解剖 他在新加坡的法医界可谓是大名鼎鼎 除了本案之外 我之前讲过的黄咪咪案 安德烈路薛金华案 劳力士金表案都离不开他的贡献 赵法医在现场发现警员李钦来被找到时 尚有体温,离世时间应该还不到两个小时 他身上共有16处刀伤 脖子上的两道伤口 其中一道穿喉而过 是尖锐无体,蓄意造成的 地势司机邹天恩身上有九处刀伤 和李钦来一样,致命伤也在脖子 赵法医推断两个人身上没有防卫伤 说明要么事发突然 要么受害前已经被制服 他们几乎没有反抗的机会 这起连环案的两个受害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他们两个人连面都没见过 按照新加坡的法律 年满18岁且体检合格的男性公民 必须在部队服两年兵役 中学一夜的李钦来 案发半年前刚刚应征入伍 成为了肥龙山镇报部队第一营的一名警察 李钦来家里兄弟姐妹五个 他排行第二 他的母亲最后一次见到儿子 是在案发前一天的清晨五点 他匆匆喝了一杯牛奶 就说要赶回基地执勤 谁知这一去竟成了永别 第二天两辆警车带来了儿子遇害的噩耗 邻居都说李钦来是个好孩子 平时就在家里面看看电视 或去抱抱邻居家的小孩 从不和人争执 不知为何会惨遭毒手 开了30多年低市的邹天恩 虽然刚过完60岁大寿 但是并没有退休的打算 他的那辆车白天租给别人开 晚上自己跑夜班 闲的时候还会去顺路进一些鸡蛋 送到市场上老婆的摊位上卖 他的儿子说父亲带人随和 沉默寡言 他绝不会和谁接仇 案发当晚 邹天恩凌晨一点多才出门 一个多小时以后 由于李钦来在他的低市车里被发现 警察来到邹家询问他的下落 不知所措的邹家几口人 连夜找遍了牙龙巴鲁的大街小巷 河边草丛 也没有找到 到了早上 邹天恩就被发现 葬身于警察基地附近的水沟之中 在警察基地 警方找到了一名珍贵的目击证人 他是一名跨栏短跑国家队的运动员 也是一名警长夫人 案发当晚 他在等丈夫回家 凌晨两点多钟 他订到外面 传来柴油发动机的声响 以为是丈夫搭低市回来了 他就跑到阳台上往下看 他家的阳台正对着基地的大门 他看到站岗的警员 和一名低市车上下来的男子正在交谈 男子比着手势指向车的后座 站岗警员弯腰向车内查看 就在这时 男子突然用手勒住了警员的脖子 警长夫人立即高喊 住手 住手 行凶男子回头望了他一眼 匆忙地把警员推进地市后座 自己呢 窜上了副驾驶位 地市随之连忙掉头逃走 这位警长夫人看清楚 行凶男子穿的是警察长裤 莫非凶手是个警察 车里坐着的还有谁 开车的是邹天恩吗 案情让刑事侦察局的警探们 感到扑朔迷离 其实能够回答以上所有疑问的人 此时就坐在美之路警署 案发当晚凌晨两点多 忙碌了一整天的便衣警察 肖万诚 开着车走在回家的路上 开到文华戏院附近 他停下车等红灯 就在他的车前 两名男子快步穿过马路 其中一人还提着沉甸甸的旅行带 三更半夜的这两个男的搞什么呀 天天与私会党打交道的肖万诚 敏锐地想到 旅行包里很可能是破门行窃用的家伙 他靠边停车大声向两人喊话 站住 警察 话音刚落 两个人立即往不同的方向逃窜 肖警官盯住其中一人穷追不舍 终于把他抓住 被抓的男子身穿蓝色短裤白色T恤 T恤上的几处黑红印记 引起了肖警官的注意 但是对方一问三不知 他只好加个班 选择把他带回局里去问话 开回警署的路上 男子说要下车喝水 肖警官打开了车门 谁知男子脚下一滑 一头载到了路边的泥水中 泥浆沾满了T恤 把他带回车上 每一会儿男子又说口渴 肖警官把他带到 小贩中心的公共自来水旁边 谁知男子不开口喝水 反而把整个T恤都弄湿了 这个狡猾的家伙是想毁灭证据 肖警官把他揪上了车 带回到美之路警署 交给警长处置 经过一番审问 男子招了 于是警方还没来得及 把这起12个小时之内刚发生的 连环案的案情拼凑完整 嫌疑人就已经落网 并且供出了他的同伙 根据嫌犯供述 案发当天中午 警方突击加冷巴鲁一个组屋单位 逮捕了一名嫌犯 并且起获了李钦来的配枪 与十枚子弹 随后又在加冷大道的草丛里 找到一支旅行带 里面藏有布满黑红的两把刀 一支冰锥 几条绳索和手套 当天傍晚又有一名男子 向警方自首 自称参与了凌晨发生的案件 随即被警方扣留 落网的三个人 年纪都是20岁出头 分别是王贵官 杨清文 以及王振福 三个人打小就是同学 念书时就逃学打架 只有王振福念到了中学 其他两个人早就辍学了 王贵官是个国民服役人员 杨清文几个月前 刚刚服完兵役 而王振福没有固定工作 是个散工 在刑事侦察局 三个人交代了这起 夺枪连环案的经过 案发前的一个礼拜 三个人讨论了作案的计划 案发前夜 王振福荡掉了身上 唯一值钱的东西 他的手表 把坏了的钱交给了杨清文 拿着钱 杨清文去超市里买了绳索 两把刀和一把冰锥 当晚三人荡街拦了一辆地势 目的地就是斐龙山基地 车子一拐进斐龙山 坐在司机后面的王贵官 就双手卡住司机邹天恩的脖子 杨清文则用绳子 把司机的手捆住 两名歹徒把司机拖到路边的一条水沟 并用凶器向他身上刺了好多下 转身离去 令人唏嘘的是 邹天恩本可以捡回一条命 但也许是他不甘心自己的车被抢走 他又从水沟里挣扎起身 赤手空拳地扑向了杨清文 最终迎来了悲惨的命运 三个人抢到低市以后 一直坐在车后座的王振福 坐上了司机的座位 王贵官回到后座假装醉酒 而杨清文坐在了副驾驶 杨清文几个月前 刚从斐龙山基地退役 当天他的上身虽然穿着便服 但下身穿着警察长裤和警靴 兜里揣着之前的警员证 来到基地大门口 杨清文出面向正在门口站岗的李清来求助 李清来看过证件以后 被骗到后座查看假装醉酒的王贵官 却被杨清文所控制 推上了车 在车上惊慌失措的李清来 以为几个人是要抢劫 他没有八枪 却从兜里摸出身上仅有的两块钱 坐在前面副驾驶的杨清文抓住机会 转身就向李清来的警部刺去 拿到配枪以后 在逃窜途中 杨清文把藏有凶器和绳索的旅行带 丢弃在脉搏深路附近的路旁 在加冷巴鲁靠近公用事业局发电站的地方 又把低市丢弃 离开之前 他还用布擦遍了车门和车身 以免留下指纹 他看到王贵官身上满是黑红 就让王贵官躲在草丛里面 自己带着王振福回家拿衣服给他替换 等杨清文拿着衣服回来给王贵官换完 两人正在逃跑的时候 偏偏被下班的便衣警察肖万成发现 王贵官逃跑不及当场被抓 杨清文逃回家中以后被王贵官供出 当天中午被捕 胆子最小的王振福受到了同伴落网的风声 自己去了警局自首 三名歹徒夺去了两个无辜的生命就为了一把枪 然而他们为什么非要那把枪呢 事发的1978年还是私会党猖獗的时候 一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 把双枪大到林万林这样的人认作偶像 觉得做点大事必须手里得有家伙 案发一年后 1979年5月 三个人站上了最高法院的被告席 首先受审的王贵官说自己并没有出手刺伤两人 行凶的只是杨清文而已 不过赵紫诚法医在王贵官的衣服上 检测出了迪士司机邹天恩的血型 狠狠地打了王贵官的脸 王贵官还说他为了阻止杨清文刺伤警员 还被割伤了手指 然而这次凶器上又没能检测出他的血型 法医又一次揭穿了他的谎言 通常多人团伙作案 法庭上都是狗咬狗一嘴毛 不过到了杨清文受审的时候 他却大包大揽 一口咬定 行凶的动作都是自己做的 他的两个老同学只是帮忙控制和搬运而已 杨清文还说他和同伙们讨论的计划 最初只是要抢走配枪而已 他去超市本来是要买捆手脚的绳索 和封住嘴的胶带 谁知胶带没货 这才买了几把利器 利器放在自己的手提袋里 其他两个人并不知道 说到这儿 我想讲一下庭审中途发生的一个事件 审讯进入第九天 就在法警压着杨清文和王贵官走出被告棋时 两名嫌犯竟然荡着法官的面 大喝一声 从法警手上挣脱 冲出法庭大门想要逃跑 众多的法警立即冲上前去与之搏斗 两人造成了三名法警受伤 最终还是在包围之下束手就擒 正是这个事件让新加坡修订立法 规定被告上庭必须戴上手铐 也是这个事件让我们更加看清楚了 这两个歹徒是什么样的人 最后一个出庭受审的王振福说自己很无辜 他说他当晚只做了做低事 开低事和陪杨清文回家拿衣服 这三件事完全没有参与行凶 如果仅从口供上来看 三个人供词之间的矛盾并不多 另外两个人都说杨清文是主谋 杨清文自己也承认了 可是从逻辑上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个人都同意了夺枪的计划 即使只有杨清文知道凶器是什么 即使只有他行凶 但三个人至少都同意了使用绳索 凶器也是王振福特意荡掉手表的钱换来的 在他们的计划里 几个人要乘低事前往营地 但是他们又不蒙面 低事司机必将看到他们的真面目 到了营地 杨清文要用自己的警员证骗取受害人的信任 这样一来他的身份也一定会暴露 根据以上逻辑 检察官的结论是 几个人是确凿无疑的同伙 而且计划里必定包含了灭口这一条 最终经过14天的审讯 主审法官之一朱星在下达判决时说 所有证据都指向三个人 是共谋并且是蓄意的同伙 只要三个人是共谋的同伙 即使只有其中一人下手执人离世 根据刑事法典第34节 其他同谋仍然有罪 三个人被判罪名成立 应受绞刑 杨清文放弃了上诉 王桂冠与王振福的上诉则被驳回 1984年2月24日 三个人在张仪监狱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离行前 杨清文捐出了眼角膜 这是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仅有的一丝丝善意 不知年轻的他是否对自己的行径感到过后悔呢 听完这个故事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给我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另外都看到这里了 还没订阅的也加个订阅吧 我是吉米 这里是吉米调查局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